海米台风肆虐啊 高雄居然淹成了台湾威尼斯 很多人此时此刻开始想念韩国瑜 在召唤韩市长 应该是韩院长 甚至呢还替那个男人暴躯 那不少韩粉也不见得是韩粉 我们就看到其实在最近的这一些 相关的不管是淹水 高雄淹水的这些贴文下面 都很多人在声声呼唤韩国瑜 那么尤其很多人为他 暴躯认为他被罢免了之后 现在高雄人终于知道韩市长的好了吧 好但是韩国瑜发文了 他说风雨无情人间有爱 好那他说身为立法院院长 尽全力协调中央支援受灾县市 提供物资上的协助 点亮基金会购买了5000瓶消毒水 分发给需要的受灾民众 减少灾区的病毒传播 做到清洁清除消毒 我们会与受灾县市的政府单位联络 确保受灾户能够得到有效的帮助 无论面对多大挑战 我们都会攜手同心 共同度过这段困难时期 重建更美好的家园 好那在这边我先请教这个 凤欣姐 韩国瑜呢其实我觉得他送消毒水是对的好不好 因为大水过后紧接着要当心的是灯隔热 对因为你其实在大水的当下 你其实要去动用抽水机等等这些事情 坦白说你不是公部门能够做的事情是非常有限的 可是呢当水还没有真正的完全退 我们还必须要再去观察一两天的时间 那么很多地方虽然退了之后呢 可是我们知道说这个雨其实你不知道说 希望今天就下完了 那明天呢开始就能够逐步的 好好的真正叫做清理家园 复原工作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最担心的就是 淹水过后的疫情嘛 所以这当然就是苦民所苦的地方 但是我还是要提一下 就是说这一次高雄的淹水 纯粹就只是因为水量太大吗 那高雄你其实你会 等一下都是这样说的 连今天早上高雄市长陈其迈都这样说 我觉得可恶至极这样 如果你真的以莫拉克台风来看的话 当然因为莫拉克累积的时间更长 那你如果可以 当然你可以比较说 比如说三个小时的雨量 六个小时的雨量 24小时的雨量 你可能会找到一个时段 这一次下的雨是要比莫拉克台风来得多的 这一定找得到 但问题是你如果整体来算雨量的话 莫拉克台风到现在破的纪录 还没有人能破好不好 所以说高雄一定要说 跟莫拉克比 哎呀这个雨量更大 对不起这是错误的讯息 那第二个部分是说 那么可是从莫拉克台风 2009年到现在 对不起这已经15年的时间了 15年下来 投入了几千亿的滞水经费 高雄是绝对上千亿以上 那几千亿的这个滞水经费 请问一下你就不能够 比莫拉克台风的时候的高雄更进步一些吗 所以整件事情它分成好几个层次 就是它现在的那个文宣 你必须承认说民进党很厉害 从第一时间就注意到说一定会淹水 那一定会淹水一定会被骂 所以第一时间就开始要注意怎么下标题 所以第一时间就已经让他们的新闻上面 就不断的扫说比莫拉克更严重 比莫拉克更严重 对不起其实你真的要跟莫拉克来比的话 莫拉克当时不管就累积的雨量而言 或者是肆虐高雄的时间而言的话 远远超过这一次 我们当然我不希望说这一次再继续下下去 因为那时候下的时间那么长 那么导致说这个雨量的累积 其实最高的是三千多毫米 那你这一次你到目前为止 一千三百多吧 对 没有其实累计加起来当然是超过了 就是说那你要怎么去跟那个时候比 可是呢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来自于说 你这十五年来都没有进步 这十五年除了韩国瑜治理过一年 那一年坦白说各种的那种积水的问题 其实都相对缓和很多 因为它毕竟清水沟清浴 大家都看到了 清清沙发来你觉得呢 没错 那一段期间坦白说 它有没有下大雨而积水 有 可是那个整个的状况 我跟你讲 所有各种的雨量去做对比 你就会发现说 只有那个期间稍微好一点点 这也是到今天为止 大家很怀念李四川的地方 结果这一次它居然可以 大言不谈的说 哎呀只有淹 赖清德说的只有淹 三十公分已经进步了 高雄 他说滞水有发挥功能 滞水有发挥功能 因为只淹三十公分 对所以当你看到那些被淹在 淹泡在水里头的这些灾民 然后去告诉大家说 只淹三十公分 对不起有很多地方 比如说像美农有很多地方 它其实淹的地方都远超过一公尺 那你要告诉我说 智水有功 我实在看不出来 有任何的往前进的地方 最重要的是 如果没有砸钱 那是不给钱的问题 如果砸了钱 是这样子的成绩 那真正该检讨的是 这些钱是花对地方了 还是它只是肥了部分人的口袋而已 不过黄姐 我觉得其实我不是说要用很高的标准来看待他 就是八个立委剩七个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 诚实当然是非常重要 那他当立法委员到现在 我认为说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诚实 而且他以不诚实为乐这样子 然后拿来做号召说 你怎么样呢 你就抓不到我了 那这当然就是属于人格的人品的问题 那如果他的支持者认为这样子的人品是OK的 那我也同意你们要自甘堕落 那是无所谓 可是这一次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 你就算说你诚实的告诉大家说 你现在出国你人不在台湾 你非常的抱歉 然后你希望尽快的赶回来 但是第二个在公司上面来讲 我毕竟不是说每一个立法委员 好像在台风的时候都必须要待在台湾 但是他这个选区 因为我刚刚特别提醒他那个选区是最严重的区 因为他都领海的区域嘛 那么古山啊 前镇北边的这一块那个区域 其实他就本来是溢淹水区 那溢淹水区到底要如何的治理 让这些地方的民众不再受淹水之苦 其实应该是重中之重 就说就所有的议题来说 这个地区理论上来说 应该把这件事情当成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真的关心你的选区的 这些朋友们的话 你就会把这件事情当成很重要的事情 就不会发一些无关透氧的东西 说哎呀发补助了 哎呀这个抽水机啊什么的 你不会 你会想尽办法去找出那个真正根本治理的方法 然后你认真的监督 这才是单任民意代表 我们要选你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嘛 但是没有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他为什么我会认为 他作为立法委员的不合格 他不诚实 然后他人品是有问题的 从我的角度来讲 人品很有问题 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他知不知道这个地方 到底需要的是什么 想到目前为止 他还没有搞清楚 就这个地方 当然我觉得过去这几年 其实凤山啦鸟松啦 这一带也真的太容易被淹了 这恐怕跟这一个 陈青湖附近的骨皮糖被填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因为那个地方原本叫大皮嘛 就是专门就 我跟你讲 整个陈青湖早期做大皮的时候 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志宏池 好像叫什么大贝虎嘛 对对对 大贝虎跟小贝虎 对大贝虎的目的 其实就是告诉你说大皮 然后后来呢 就是因为日本在治理的时候 一直丢废物啦 所以就变得很污染严重 然后后来呢 这个国民政府来了之后 就一直挖挖挖 挖到池变青了 所以改名叫做陈青湖 这就是整个那个过程的由来 好那这地方本来是一个很天然 不是天然 应该是19世纪的时候 曹景所做的很重要的制水工程 就被填填填填填到现在 所以鸟松跟这个凤山 这么容易被淹 这个就是凤山 就是早期黄节的这个选区 但问题是相对而言 他现在的选区是更靠海边 就理论上来讲 他应该更关心这件事情 结果他没有 所以他于私于公 都是一个极不合格的一位立法委员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的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他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酷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Blu Your Care